大家好,也有一段時間不見了,這裡是我的辦公室來的,轉一下場景, 還有今晚我有些briefing要做,所以在教會,有人說世界上最難的工作就是做教務, 我想加個之一,世界上最難的工作之一就是做教務,不知道你會不會認同, 為什麼這樣說呢?其實有些人,他反而覺得教務很輕鬆, 經常都不見他做事,我看到Facebook裏面有一篇文章分享出來, 我覺得可以說明一下,還有這段時間我的一段影片, 就講到九龍塘浸訊會的事件,是我的YouTube頻道最多人看, 已經九千多人,我想都會去到一萬人,其實講到教會的管理, 教會內部的問題,真的證明很多人關注,所以我覺得那篇文章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也是一個資深教務,如果講目職,我今年神學畢業計器就是26年, 如果計算全時間事奉,我今年是34年,所以會有些體會,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這篇文章,這篇文章寫的人叫做Bob Russel, Bob Russel,Bob Russel,他有個教務,這位的牧師是美國的牧師, 你看看他的文章,你看看這個網站就看到了, 他也是一位非常資深牧師,22歲就出來牧會, 他的教會由百多人發展到2006年,他就有萬一百百千人, 其實我想不只是人數,我覺得他也是一位很資深的牧師, 而他這篇文章講的,其中一個角度讓我們明白到, 究竟一個牧者,尤其是一間教會,牧者就很像,很像, 一個機構,或者一個公司的CEO,他這篇文章, 就是有十個的理由,為什麼帶領教會是複雜過帶領一個商業的機構呢? 我覺得他寫得不錯的,也都令我很多感觸和思考, 他開始就是一句說話,他有十點, 我都不可以很詳細去講每一點, 但是我想這個是他的經驗, 還有他引用一位商業機構的Analyze, 就是那些專門分析的,叫Peter Rucker, 他分享有三個,世上有三個最難的工作, 就是一個就是醫院的管理的人, 一個就是大學的President, 一個就是Mega Church Minister, 這三個是最難的, 他補充,其實他自己看, 就是看一個教會, Overseeing a church of any size is difficult, 其實不只是大教會, 不同的size都不容易的, 我也認同的, 我們講教會學, 講到教會, 可能是小教會就是一百人以下, 中型教會就是一百至三百人, 或者三百人到五百六百, 就叫做大教會, 或者一千人, 三百至一千人可能叫做大教會, 但是一千人以上, 開始那些叫做Mega Church, 我教會都是介乎大教會Mega Church的了, 還有那個複雜程度, 譬如我們, 我現在教會, 就是廣東話唐的人, 就是幾百人這樣, 就是五百人, 因為有些他COVID之後, 就暫時沒有回來在家, 其實加上在家裡崇拜那些, 肯定超過五百人, 然後, 只是移動主義學, 都可能是幾十至一百人, 廣東話那邊, 我們國語堂就百幾, 接著, 英語堂就百幾二百, 加上移動主義學, 其實我們是去到八百九百, 就是再上的就是過千的了, 所以, 還要三語, 是很複雜的一件事, 所以, 好了, 事不宜遲, 你會看到那十點是什麼, 第一點, 就是一個, 很笨重的架構, 這個事實也是, 它比較一些商業的機構, 其實我覺得它這個是, 講到重點, 就是, 就是, 那個權責, 就是, Lines of authority, 就是, 上級、下級的架構, 是很清楚的, 但是, 教會呢, 就不是, 你也聽過, 如果, 如果, 你聽過我講, 唐浸那條片, 就是, 我的教會 structure, 我自己教會是雙頭馬車, 事實上就是了, 它以為就講, Church leaders often work within two leadership centers, 就是說, 雙頭馬車, 其實, 很多時候是兩邊, 就是, Church staff, 就是, 我們這類叫Church staff, 就是, 守身, 和Church elders, 就是, 是一些領袖, 這樣, 那很多時候會, 有個, 這兩個, 好的就是, 叫雙頭馬車, 一起去work, 不好的就是, 有struggle, 它直接用battle each other for control, 這樣, 那我想, 又不是一定是, 事實是這樣, 但是, 那個structure, 有時候, 那些教會, 未必是這麼大間, 但是, 它的structure, 是用了大教會 structure, 又有不同部門, 跟著不同團契, 又有不同的事工, 其實, 我們教會, 都會是, 那我也要拿幾個團契, 和事工, 也都有routine, 有不同的工作, 其實是, 一個複雜的structure, 如果說structure, 你會發覺, 不只是structure上面, 不是那個結構上面, 單單, 還是那些人是怎樣, 這個呢, 其實, 我跳一跳, 去到, 即是第三點, 他說, 這裡呢, 就講到, 很多時候, 教會的事工, 或者吸引到那些人, 是比較多, 是一些, odd people, 或者是特別, 或者是怪人, 他講到很多商業的機構, 或者是很多組織的團體, 他是吸引, 不是, 以類罪所謂, 即是吸引那類的人, 譬如, 你一個club, 一起很喜歡打球, 打了網球, 就是網球club, 那如果business, 是吧, 就是, 就是, 如果他是申請一個工作, 他就這樣說, 那, 你已經隔了, 他申請要進來, 那, 那個機構, 他覺得, 你不fit那個人, 他就不請他, 請得他的, 他就要fit, 是吧, 但是呢, church, 就有一點倒轉的, 在這裡說, the church welcomes me is feast, 就是, 因為我們是沒有, 不是說一定是某種的群體, 就是, 大部分的church都是這樣, 當然有些church, 就是精英制, 或者有些church, 是專門吸引某些群體, 物以類罪, 但是, 但是一般來說, 不論社會上面, 都說, out class, 就是我們只有一個mission, 但是你那類的人, 進了去一間教會, 可能他是中產的, 其實很missweet的, 或者是, 一些有很多不同的需要的人, 那些可能是一些軟弱些的人, 或者可能有不同的心理上, 心靈上的需要的人, 那是很複雜的, 所以, 不只是架構複雜, 那些人呢, 是一個小社會來的, 相當複雜, 那也都, 就是, 第七點, 跟這個有關, 我跳來講, 就是, 綜合, 就是, the church is almost entirely dependent upon volunteer, 就是說, 其實, 做事, 或者是, 甚至整個組織的經濟, 都是, 大部分是對的, 就是一些義工, 所以, 教會就很有趣了, 其實是, 我經常都解釋給別人聽, 帶領教會, 或者跟教會的人一起做事, 我們, 不是從屬的, 是吧, 或者我們作為領袖, 有一個熟靈的, 帶領的角色, 但是, 很多的教友, 其實, 他是出錢出力的, 他是奉獻那個人, 甚至, 那些 full time staff, 都是, 有一個, 執事會, 或者, 一班領袖, 選出來也好, 就是我們說過, 這樣去, 去, 請回來, 是吧, 那就很有趣了, 當然, 那些機構的CEO, 都是請回來, 但是, 就很不同了, 全部, 就是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的, 絕大部分, 做事的, 就是那些公司的員工來的, 但是, 我們做事的, 那些不是員工來的, 甚至是, 是給錢出來的, 不是大人工, 是相反的, 義工得來, 還要是, 就是, 出錢出力那種, 甚至是, 和一些, 機構, 譬如, 有些義工團體, 我訪問過, 一團伙, 那樣, 就是, 他們有一些的義工, 可能是一些, 義保, 就是義務補習的教師, 可能他都會出錢, 但是他未必是, 好像教會那樣, 那些的義工, 是行上出席, 出錢, 出力, 是很不同的, 所以, 就是, 教會裏面, 那個架構又複雜, 然後, 那些人又特別, 什麼人都有, 然後, 那些參與的, 他是幫忙做事的, 是一班義工, 但是這班義工, 是出錢出力的, 所以是, 使得那個, 就是, 和一個商業機構, 和一個商業機構, 是很不同的, 這件事, 這三件事, 就會使得, 整個, 教會本身, 這個群體, 和商業機構的群體, 是很不同的, 那, 跟著, 他講到一些, 就是, 就是, 再講回前面, 就是, 當這個群體, 他, 一班人叫Church, 是教會的群體, 不是建築物, 但是, 那這班人做什麼的呢? 那你如果商業機構, 就是make profit, 是不是? 就是, 很多都是, 就是business, honest profit, 就是, 大家, 的目標, 怎麼辛苦都好, 怎麼不辛苦都好, 其實都是, make profit, 那當然啦, 也都要貢獻社會, 是吧? 怎樣make profit, 可能有很多customer, 就是顧客, 我們要satisfy顧客, 但是, 教會呢? 你就不是satisfy顧客, 那些幫手的人就是顧客, 是吧? 那接著問, 那究竟demeasure, 是吧? 那這個就說了, 是不是要increase church attendance呢? 是不是要多些人受洗呢? 是吧? 那這些就in terms of, 就是一個數量了, 那所以其實呢, 我很好實說, 如果你聽到, 講教會增長, 增長是什麼呢? 是吧? 你知識增長, 是吧? 你量的就是人數增長, 那當然呢, 又說得巧妙一點, 就是質同量都增長, 但是其實量增長是, 你質很難度, 你讀多幾個 course, 是不是你的質數高了呢? 不容易度的, 那當然, 就是有些教會, 健康教會怎麼量度, 那他就會有些東西走出來, 就是去幫你量度, 教會是不是健康呢? 但是, 其實也有很多教會, 那個高就變成一個人數的增長, 用那個來量度, 你教會大一點, 就叫做好一點, 但其實又不是的嘛, 是不是? 即是, 沒有排除說, 大教會, 巨大教會, 就好過世教會, 不是的, 在關係上, 巨大教會, 未必是比世教會好的, 在那個, 在社會那個影響, 或者見證, 未必一間大教會是比世教會好, 也未必, 世教會是比大教會好, 不是這樣量度的嘛, 是吧? 那另外就是, 就是這裡他講的, 是不是生命的改變呢? 就是要改變很多不同的生命, 會不會是, 就是, keep people happy呢? 就是, 那個 goal其實就是, happy, 或者simply to please God, 就是洗神能夠開心, 這樣, 很難量度的, 是吧? 是, 很難度, 本身, 教會就是, 一個, 宗教團體嘛, 那麼, 我們宗教團體, 去講信仰的內涵, 跟著, 我們有一個 term, 就是講熟靈, 你熟不熟靈, 是不是spiritual? 那麼, 其實, 本身, 本質上面, 是spiritual這件事, 已經是很難度的了, 就是, 我經常跟一些電影師妹說笑, 其實很難度的, 就是我們那些熟靈情況, 究竟你有幾熟靈, OK? 這個字已經是有問題, 有幾熟靈, 你怎麼量度呢? 探熱針, 看見你參加了所有聚會, 是不是就叫熟靈? 肯定不是啦, 是不是呀? 當然, 可能有些關係, 但是, 本身他指出是好, 這個是很含糊的一種目標, 就是, 就變成了很難大, 究竟是想怎樣? 當然, 我們很多時候引用, 華利克牧斯, Vick Warren, 五個高, 這樣去看那些電影節目, 有沒有那麼多的參與, 可以有一些量化的東西, 我覺得, 去幫助的, 但是有時候, 有一些是很難去量化的, 譬如說, 教會可不可以speak up, 去追求一些公義的東西, 那你是不是說說很多, 就叫做量化到呢? 那些不是可以完全是用量化來看, 所以, 教會的群體就是這麼特別, 所以, 使到, 就是, 那個目標上面, 其實都不容易清晰, 那清晰一點, 是會好一點的, 那他指出, 就是他跟商業機構比較, OK, 那, 跟著呢, 第四, 就是, Long-term members, Long-term members consider themselves experts, in how the church should be run, 這個真的很有意思, 就是, 就是, 有一些很久的, 教友, 會友, 他就會覺得自己, 就是, 專家, 就是一個怎樣去大教會的專家, 想想這個問題, 那你在 business 上, 不會是這樣的嘛, 是不是呢? 就是, 不需要, 不需要這樣看, 你, 那些上級的, 他應該是會, 就是, 會懂得怎樣去, 去大教會, 或者, 運作教會, 好了, 就算他的, 基層低一點, 那你有個連資在那裡, 去, 去看到怎樣去運作, 但是, 教會那些東西, 很有趣的, 很多時候就是, 他在那裡, 他在那裡用的例子很好, 就是, 好像那些, sport fan club, 那樣, 就是, 譬如, 你捧利物浦, 那樣, 就是, 他覺得自己, 就是, 對球, 應該, 這樣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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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 有些像的, 就是, 其實, 你是, 捧美麥浦, 捧萬聯, 你只不過是一個勇等, 你不是一個expert, 但是, 教會很有趣的, 很多時候, 那些人就會覺得自己是, 懂得他戴, 那, 剛才說的, 其實,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我也覺得, 不是說錯了, 為什麼呢? 有很多資深的會友, 正正因為他是出錢出來, 他也是, 可能是, 一個所謂雷聞的領袖, 所以, 他覺得自己是認識一點, 其實有些都不是說不認識的, 真的, 他在一個領袖群體, 正正因為教會很多時候, 就是有雷聞一起去帶領, 只不過就是, 我覺得那個位, 就是, 他看不看到自己的限制, 其實牧者也是的, 牧者是專業的, 但是, 我們也有限制的, 是吧? 我們也要工作 with 予員工, 我們做不完的, 其實, 各有各個崗位, 如何去看到大家的限制, 和大家的強項, 所以, 是工作 as a team, 這樣去做, 是的, 那, 就算牧者有時候, 太過至於, 怎樣怎樣, 都不是的, 都要, 要謙卑、 去 learn from, 你那些雷聞的領袖同工, 我覺得這個是這樣的, 這個是很 fair的, 一些教會的領袖, 他是雷聞, 他也都要, 懂得去看到, 怎樣去跟同工配搭, 有些事情, 可能是同工做好些, 或者根本是他那一份, 去幫, 就是會幫到手, 譬如說, 你講道, 其實, 當然有些雷聞講道好些, 但是, 牧者有專業訓練的, 應該講道是他那一份來的, 但是, 也都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些教會會有, 他讀神學, 他會有很多機會進修, 他其實都不是完全是, 不懂得牧者那些東西, 因為他有進修, 這個又是有些不同, 不過, 這個是一個態度, 就是不要太多字字點點, 就是一個態度, 和一個怎樣跟人合作的問題, 是的, 他講道, spiritual issues can trigger strong emotional reaction, 其實熟靈的東西, 會引發一些很強烈的, 情緒的反應, OK, 是吧, 有時候, 他這裡, 我想是有一些, 就是, 因為那些話題, 譬如說和性戀, 講離婚, 或者講一些, 特別是, 聖經裡面是, 爭議的題目, 等於我現在做YouTube, 有時候都要小心說話, 步步為營, 不是有時候, 是經常都要, OK, 因為那些題目, 本身有一些, 會有爭議性在, 但是, 你如果是, 我起碼自己, 我明白他講什麼, 就是, 你要去, 宣講, 聖經那些的價值觀, 有一些, 你全部可能不踩界的, 完全不講那些都可以, 但是你說, 有時候, 本身這個議題的爭議性, 是不是, 譬如你的公司, 你可以不觸及這些話題, 我們只是為了, 處理, 怎樣去賺錢, 是不是, 當然有時候, 他都要, 面對政治, 面對一些倫理, 事情, 他都要有個立場, 但是一定了, 沒有的, 大家向著那個高, 因為那個公司的高, 是做這件事, 但是聖經, 或者教會, 就複雜很多了, 基本上是世界很多事, 我們都要理, 當然你只是說宗教來的東西, OK, 熟靈的東西, 在天上經常都, 但是你要落地, 現在就是問題, 你不落地, 一落地, 就會, 不容易去處理了, 那變成, 他就很容易去, 引來很多不同的反應, 每個題目都引來很多不同的反應, 我覺得是的, 這個是令教會難大很多, 也都帶下去, 講完後面的幾個, 先講第八, 他說, the moral standards are higher than another occupation, 很明顯, 教會在講宗教, 其實宗教類的東西都是這樣, 當然有邪教, 或者有些大石砸死蟹的, 是一種權力很集中的, 即是那種宗教, 我不講這些, 他們說這樣就這樣, OK, 但是, 基督教, 尤其是基督教, 是比較, 即是, 我們是講道德倫理得來, 我們又要open, 所以, 人對我們的牧者的 expectation, 是高的, 主任牧師尤其高, 其實每個人都高的, 對不對, 其實不只是這樣, 你對那些雷聞的領袖都是高的, 因為這個就是教會, 一個宗教團體核心的價值來的, 所以這個是不容易的一個位置, 就是這裡他講得很好, 因為經常都要這麼高的 moral standard, 其實很容易就成為了一個, 有時候unrealistic expectation of the leaders, 即是你對這些領袖有些不真實的要求, 即是, 我試過, 譬如說, 穿得casual一些, 下街買東西, 看見, 為何你穿成這樣, 已經覺得你, 不是平時看到你在星期日, 做西裝, 就已經覺得你不熟靈, 你明白嗎? 真的是這樣, 這些就是unexpected, unrealistic expectation, 我覺得, 其實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自己的生存之道, 或者我自己怎樣去平衡我自己呢? 因為作為牧者, 經常都好像被人有隻眼睛看著, 那你已經預料了, OK? 但是, 你真誠去做一個自己, 即是你, 即是我自己去做一個牧者, 我就盡量讓大家知道我是怎樣一個人, 是吧? 即是他知道, 原來你都會穿些隨便的衣服, 下街的, 即是不要太肉酸就可以了, 是吧? 亦都告訴那些姊妹聽, 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亦都告訴他, 有時候這些是realistic expectation, 這些不要這樣期待牧者, 那這個是要教導的, 要給大家知道的, 但是你自己個人就要有一種真誠, 我覺得, 即是我想不到一個很好的字, 去普通過這件事, 即是你, 牧者自己亦都是真誠代自己, 你是這樣, 這個意思不是說我, 我什麼都告訴別人, 我的生活是透明到你, 你什麼都知道了, 我什麼都告訴別人, 不是, 你有你的私隱, 你有你的圈, 但是, 你是跟別人去接觸的時候, 你是真的, 因為亦都很容易, 因為要, 反過來從一個牧者來看, 為什麼那些人經常去說一些人偽善呢? 是吧? 發力錯人呢? 就因為他要做這個樣子給別人看, 因為那些人有這樣的期望, 來到教會, 甚至那些會友, 教友, 那些年輕人, 來到教會是另一個樣子來的, 就是要一個人期望你是這樣才是一個基督徒, 但是其實, 是一起要教導, 一起去真誠去代人, 是吧? 那, 這個呢, 第十點呢, 也是一個挑戰來的, 所以, 做牧者難, 他就說, high demand for weekly presentations to the consistence, 其實, 他在說, 如果那些教會的特影子, 那些牧師, 那些牧者, 他每個禮拜的講到, 真的很大件事, 不用準備的嗎? 其實你看到半個小時講到, 或者多一點, 四十五分鐘, 或者一個talk, 一個主要學, 一個小時, 你準備是不是一個小時可以準備到? 不是吧, 很明顯不是吧, 所以, 只是要去present, 去演講, 宣講這件事, 其實是不容易的, 當然, 我自己就已經是, 所謂幾十年經驗的, 真的, 那就會好些了, 你對初初出來的那些, 其實是很高的要求, 當然這個恩賜是可以學習的, 但是, 這個宣講是一個藝術, 其實不容易, 所以, 你要有一定的水平, 去keep住, 你去present, 其實, 這件事絕對不容易keep的, 真的, 所以, 他就說, 那些CEO, 他說一年, 可能才一兩次, 去面對那些股東, 那樣, 如果, 那個CEO, if he is a poor public speaker, 他不是很厲害的, 他只是一兩次而已, 還有, 他就算差一點, 不會使公司差了業績, 未必是因為這樣的, 但是, 教會就不是的, 我們有一句話, 在修學院教我們, 曾林芳牧師, 我第一間修學院的院長, 曾思汗的爸爸, 有一句影響很大, 他講到教會木會, 你港台是有訊息做得好的, 簡單來說, 你牧養已經是做了一半的, 那麼多年裡面, 我絕對認同這句話, 所以, 他就說, 他比較, 這件事很難, 好了, 回來, 其實就是, 還有一件事, 一件事, 就是, 第六, 或者是, 看看第六, 還有第九, 還未講, 這兩件事有關係的, 一起看, 他就講到, 那些Christian, 其實是, 用這個,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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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如何ت搞那個 indovert, 接一 Catching 一個對質, 即是, 並非對質問, 而是, 大家面對面, 去談事情, 或者是去解決一些問題, 就因為, 教會是港外, 所以, 很多時候, 其實, 他表達得好好的, many are reluctant to confront disagreements。 即大家有 Mira between2 to confront disagreements, 就是, 即是, 不在一起, 去面對去談, 去解決那個事情。 但是,當你這樣,問題是反而變得更差了, 就變成了,西方社會的人都是這樣的經驗, 那他們華人社會就更加是了, 華人社會都更加不喜歡去硬貫,包容包容包容, 或者是把事情收起來,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看到, 在九龍塘水會的事件,或者很多教會的事件就是, 其實是職位職位是不行的,我以前在一間教會木會,一位執事跟我說的一句話,其中一個方向,我受用很多的,因為我自己都面對這些不容易的處境,因為以前在不同的教會都做過堂主任的,其實我自己,在那個位置有時候都不容易, 但有一位執事跟我說的,他的經驗就是這樣,我認同,如果在教會裡面,或者你自己遇到教會裡面的人事問題,你一定要第一時間去處理,不要談論,你有什麼嚴規,或者有什麼問題,你最好就快點處理,可能要認識,或者找人去幫忙,或者怎樣去處理,因為是越積越大, 或者不是你的問題,是一些團契,或者有兩個人,兩個人是吵架,或者是有不妥,最好就快點處理, 所以不要記住,這個樣子我自己幫助很多,這個也是其實教會怎樣可以去防止有一些很嚴重的分歧出現呢,其實就是這個愛的團體,這個愛不只是說什麼都不說,而是說是有一個很合議的confrontation的一種風氣,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不斷鬥,但是有時候華人是比較怕去confirm,有不同意見,譬如我自己跟我共事哥都知道,有時候我親和力都很強,但是有時候做起事上來,我都有點硬的,也有自己意見, 有時候亦都吵了出來,有些人可能未必頂得順,但是我想當然有一個磨合期,大家認識大家的時候,大家可能都遇過一刻,但是磨合了之後,大家就知道其實你可能語氣好像很重,但是他知道你可能是在做那樣東西的時候,是很快,很硬的語氣,其實是沒有心的, 所以這一類的情況,其實是要學習的,第九那樣東西,這個就是說,在教會裡面,尤其是一個領袖,好像很少機會去發洩到他自己那種的,裡面那種的糾結,或者擔心,這個也是的,有時候也是因為那些教員, 或者那些教員,就是我,是沒有學到一件事,怎樣去跟別人分享,或者有正確的方法去發洩一些東西出來,即是怎樣去解決壓力,以及可能遇到一些問題,怎樣去處理,他在這裡說的挺好的,如果一個CEO是生氣,拍桌子,罵人, 那其實,當然有啦,對不對?他可能承擔得很重要,喂,你這班傢伙搞到那些東西這樣,那些下屬,那他就罵人,搞錯了,你快點搞定他幫我,教會可以這樣嗎?當然不行啦,對不對?但是我想那個不行,就是我自己的Leadership,那個風格,我又覺得,當然是關係見了, 但是有時候,譬如說去短宣,或者去一些,就是Ministry的東西,就是市工的東西,你有標準的嘛,就算是大家義工而已,答應了,大家就要共守,就是我覺得,大家都是有一種的,就是做事啦,簡單來說,是吧? 那如果有些情況是不合理,就是我們不會說擦他的嘛,你應該,有些人擦,不關事,但是有些人擦人啦,但是,如果是合理, 他病了,他真的來不了,答應了他來不了,那就不要緊,我們要體諒,這個是合理,有時候在Business都有啦,是不是? 當然有些公司的那些,但是在教會,我們都會接受啦,但是如果,哇,每次都是這樣,原來發覺他是騙人的,或者他根本不想做,然後就有很多藉口的,喂,這樣不行啦,你這樣做事,是不是? 是吧?就是,我想,有一些情況呢,都可以,大家是給此提醒,還有,你也有個要求在那裡的,如果是合理的,我都不是擦他,但是我有要求咯,那OK,如果你, 你,你服務不到,不要緊,不要做咯,是不是?你是義工來的嘛,那就是有些有心的義工去做咯,不要緊的,就是怎樣去處理 所以又,這個只是其一啦,第二呢,就是,就是可能那個人本身,譬如那個Leader,不只是傳導人,他怎樣去,可以發洩到呢? 當然,我們不是在說減壓,我就說,聽歌,那你那條片說怎樣減壓,就是那些是幫自己的,但是,我想最重要的那件事呢,就是,你有一些資深的朋友,那最好就是在你那個團體裏面,那個群體裏面,譬如我的目者,我能不能夠跟到我的領袖,或者我的同事,可以真心交心去分享到呢? 那這個是有一個分擔作用,和大家彼此去明白,那我感恩,就是我自己,我自己,剛才跟那個,真不真那樣東西是有關的,就是你是Moral Standard很高,但是我們有我們的Imitation,我們要接受自己,但是,有時候有些情況,我都可以跟一些領袖去share,我真心想的東西,當然是一個,就是,小心不是一個背後說人,那些的情況,這個就是界線, 但是,但是我,我覺得這一點是重要的,就是,當然,你的另一半這樣,你的伴侶,這個可能是可以說的,但是有些不能說的,但是,你的領袖群,或者你有些第五姊妹,可以真心講到一些心製說話, 我自己呢,我自己呢,就,什麼年紀,如果大家談到的,我是願意跟你說的,就是我不會因為,你是很小時候,然後我就, 有些東西,我當然會尊重,但是,我是盡量去,去真,去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就是, 就是,是要有些位置,要有些可以trust的人去分享,這個當然傳道人是,牧師是,教會領袖也是,教會領袖也是,教會領袖,大家怎樣可以在裡面去, 去,彼此去分享,這個就是,所謂發洩島的地方,不是發洩,就是,我們這裡說,我們要Christlike,像基督,就是經常拍桌子,但是,你以為耶穌也有拍桌子,耶穌反桌子,是吧? 當然,你說,你不要撿住那裡,然後就說,耶穌經常反桌子,耶穌不是經常反桌子,但是,耶穌真的有反桌子,就是,有時候都是錯誤觀念,不是說,一個基督是不能生氣的, 就是,整個很溫柔,音聲細氣就叫做熟靈,這些全部都是錯誤的,是吧? 每個人的性格不同,耶穌基督的生命也有很多層面,讓我們看到一個人的品格是怎樣的,是吧? 直斥其非,如果真的錯誤的話,你是不是要罵?是吧? 所以我也很少,但是我也曾經是罵過弟兄姊妹,有些真的很離譜的, 這樣就不像基督嗎?是吧? 所以呢,這個是,他觀察到和一些機構的CEO很不同的地方, 不過,我就會最後覺得這樣,這個好像說得很負面, 但是,其實就正正因為,如果是能夠有一個健康的,對於教會的看法, 對於弟兄姊妹的相處,領袖怎樣和別人合作, 其實,又是不是完全不可能有一個好的一種方式去帶領教會呢? 我覺得,我仍然覺得是不容易的,但是,可能我自己也有這麼多年經驗, 但是,有時候都是,很多時候是要小心,還有神的憐憫, 但是,也都,神是讓這些難處,在教會發生,其實大家都要學習, 當然,有時候是真的不容易的,因為,這麼多不同的人, 還有,有時候在組織上面,或者有些人, 真的已經是,他錯誤了那個觀念,或者處理開這樣的方法, 他就可能很,例如很弄權,把那些東西帶進去教會, 或者他自己都不自覺,這樣去,用這些方法去帶教會, 或者搞教會的政治,這樣,這樣就,這個很可惜,是不是? 我自己看,不是說這麼負面的,但是,彼此學習, 但是,希望大家都對教會的領袖,當然包括牧者, 有多些去體諒,也都不會因為這樣,而怕了,在教會的侍奉, 事實上,我們是要學習的,其實,我自己的步驟就是, 是難的,也都有一些非常不開心的經歷,都有幾起, 不同的經驗,但是,經歷,但是, 是不是完全對教會的信心呢? 其實,自己都是一個成熟的體會,慢慢去學習, 所以,我覺得很值得和大家分享這件事, 就是彼此交流,再說,如果大家看到一些教會的問題, 我看到一些留言,在之前那些,有很多朋友, 我再說,我們基督徒真的要做好一點, 彼此去鼓勵和反思, 就是,你會看到有很多未信的朋友, 看到我們教會是這樣,真的怕了, 這個是很可惜的,希望我們都可以努力吧, 好,下次再見,拜拜!